各位观众最新消息 在新北市瑞芳刚刚传出了一起重大的民宅火警 根据了解有三名孩童不幸惨遭大火烧死 我们立刻联线记者赖剑志 所以我们看到这座公寓二楼不断的传出火 一天呢 他上了队员扑面火事之后 静靠这里头 就发现了三名的男童分别是十岁九岁还有三岁 三名小男童呢 全身被烧得加黑 而且在床底下被发现 而上了队员发现他们的时候呢 三兄弟还挺挺靠在一起 那上了队员在抢救的时候看的是相当的不舍 那这起火警意外是发生在下午四点多 在新北市瑞芳的节鱼坑路 节鱼坑12号这边五楼公寓的二楼 突然传出大火 而当时呢 一名一名其外 其配偶和他的三个小孩被困在屋子里头 那当时妈妈呢 是先从厨房后方逃了出来 可是发现小孩子没逃出来 赶紧再回去抢救 可是已经来不及抢救陈姓三兄弟 而妈妈呢 也在抢救这个城中 被呛伤给送医 那事情发生 当时呢 她是陈姓屋主 也就是陈姓男子 她是在树林工作 所以她听到消息赶回来之后 发现呢 她的三个小孩呢 都已经不幸往生 根本没办法接受 整个人是贪染 在消防车的旁边 而事发之后呢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也才来这边呢 慰问家属 那根据了解的 陈姓男子 他们一家呢 只有陈姓男子 一个人在工作 而她的太太 就是在家里面 带小孩 家境并不好 那目前呢 市府已经承诺会 来负责 请请问问金 跟当账费用 那由于呢 刺发当时呢 那妈妈被抢救出来的时候 有向消防队员表示 小朋友平常呢 有在玩打火机的习惯 而且初步判定 这起火点是在房间 所以消防队员也不排除 有可能是小朋友 玩火所允起 目前呢 这个深圳的 刺发原因的紧销 还要在调查 才把现场做的 好 这是赖剑志 目前在新北市的 这个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的是